给人借个善意 借个欢喜 现在真正懂得借缘人也不读 所以今天整个问题的结阵 在哪里 读经太少 没有能深入尽藏 深入尽藏 理明白了 所有问题都是理不懂得了 不但理不明白了 事也没搞清楚 全是读书太少 甚至不读书 尤其古生鲜鲜的书 你想读 读不进去 提会不到 它的意思 为什么 沉浸心不够 一分沉浸的一分礼业 千真万确的事实 问问我们有几分沉浸心 如果把弟子归 感应品实现业 摆在面前 一对照 不是说 不是说很多人不及格 很多人完全没有啊 没有一条足道啊 祝福如来 来给他说法 他也没办法 一分都不能入进去 这个是多难啊 所以 佛菩萨不来这个时间 圣贤也不来这个时间 圣贤 佛菩萨出世 这个地区的人 佛报仙见 什么佛报仙见 喜欢善法 喜欢圣贤教会 他有那份真诚心 感动佛菩萨 佛菩萨完全拼的是感应 众生有感 他就有应